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 我是安妮没饭 当我知道练剧人要喊米金玄师来唱主题曲 还有12人异地大军 第一感觉 这不就是所谓的开市前众帮理好资本家说个韭菜的起手势吗 动画借着八爷星光自然关注度拉满 但两者真的那么合适吗 合适 作画潮到出水 八爷歌喉疯孔中透着帅气 各种致敬彩蛋编排精尿 而这些都不是关键 制作组通过画面渗透出的隐藏讯息 才让人头皮发麻 正片好与不好先按下不表 但这个OP真的可以抽丝薄剪的 好好聊上一聊 影片前一大半都无剧透 可以放心使用 如果有你没想到的 还请订阅按键支持一下 推特脸书都有躺平式运营欢迎来玩 阿里妹范婚园频道正式开通 如果能帮忙支持一罐猫粮就再好不过来 开始之前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若用一个或者几个词来概括一下 练剧人的OP 你有什么答案呢 你看有这么个机会 我们不妨来采访一下 对小妹妹 你来说说看 好啊 关于练剧人OP 莉莉看完之后竟然是觉得超快超好看的 要是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应该是热闹吧 小妹妹还是很有眼光的 你是练剧人的粉丝嘛 虽然说那个很暴力 然后会有很多鞋会喷出来 但还是很好看 哎哎哎哎哎哎 是说那里面那只那只那只波吉塔 真的好可爱哦 不知道能不能复复回来啊 恩好打住啊 感谢接受采访啊 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你这个小丫头怎么插帮广告呢 防不胜防 在开始细节解读之前 范某觉得还是有必要 把这个一分三十秒具体说了个什么故事 再梳理一下 一开场主角团四人整齐亮相 没什么好说的 接着是公安对模特一科组团看电影 电影中的人和看电影的人是同一批 很奇妙 散场后 马奇马带着电磁他们三个 开第二滩玩保龄球 求一球strike触发奖励机制 电剧恶魔耸上福利 画面一转 马奇马开始对着电磁进行战前动员 然后就是最终的电剧人发飙恶魔退职 OP前一半是公司搞团建开party 后一半则是一段标准的三人小队打怪 乍看上去两者互相独立 但是电磁在与这个甜甜圈恶魔 目前先这么叫好了 对战陷入僵局的时候 看到路旁有个金色大铁球 回想到之前打保龄球的情景 一时灵光乍现 与在电线杆上OB的帕王 互通脑电波之后 由后者传球助攻 电刺脚踩金球 完成了最后的马戏团式冲锋 OpenLink作为动画的名片 除了提供作品的主创信息 其最重要的功能莫过于 一展现故事灯板人物的个人魅力 二体现作品基调 暗示故事主旨 而这两点练剧人的OP显然非常专业 无论是认真到有点呆滞的早穿秋 搞怪活泼的帕王 还是让人捉摸不透的马其马 以及故事主要迫害对象小小红 聊聊数笔就能让人改到角色性格的得分点 而故事主角电刺 别看镜头特别多 人形态的时候不是在看马其马 看马其马 看马其马 就是在看马其马的凶 马其马的凶 这他妈就叫纯粹啊 然而在给作品定基调上面 马帕算是出人意料的 没有选择类似异兽魔都那样的黑暗狂欢 而是取向了更加热烈欢快 甚至有点清爽的路线 范某当年颜值早早说 巨人装不领之后 下次Happy Metal就等练巨人了 哎 脸是有点疼啊 但是稍微再想想看就会觉得 马帕这步骑走的还是很高明的 首先会认为OP应该要更Dark一点的 多数是看完原作的漫画档 我们很清楚故事后来会有怎样病态的展开 所以直觉的认为这里应该血流成河 但是从OP里也能看出 动画这一季大概率只会做到50刀难的part 那么紧去考虑要动画化的部分 忽视掉电刺肤浅的人生目标 不是挺少年热血的吗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当年去人不小心咔嚓一下 到地名边才开始动画化 那第一季主题取红莲的公使还能火吗 应该会吧 只是估计有点尴尬 所以说能王到热血的时候赶紧了呀 路人粉什么的圈进来才好控制嘛 无论爱与不爱 大多数人都会承认 炼巨人的OP是很有趣的 这最明显的 当然了 体现在无处不在的Neta Wargan之上 这个部分呢 很多同行都做过详细解读了 哎 行业内卷的严重呗 范姆这就超 集大家之大 乘快速的扫一遍 第一个镜头 电刺拉响马达 身后背景是 但丁神曲的插画 这幅画中 可怜之人为了逃离恶魔的追杀 不得不潜入 流淌着滚烫浇油的河水之中 这幅画呢 在动画第二集中 马吉马办公室墙上一涌出现 预示着电刺虽然脱离之前的悲惨生活 但又不可避免的陷落到 灼烧的命运 接下来马吉马带领主角团亚马路 明明是公安 但怎么看都像磕了钥匙的 特别是中间这位邱哥 眼神直的 好像被鬼上身一样 这里就是至今 美国知名导演昆丁的落水狗 炼剧人粉丝 多少都应该知道 作者藤本树 是死了都要去电影院的 超级电影大烧油 经常在飞夜中夹带私货 给喜欢的电影打烤 而动画制作组 估计是洞悉到了这一点 老师喜欢 我们来搞嘛 画面调成21比9 开始了电影传烧 德州电剧杀人狂 低俗小说 真子大战家耶子 老无所依 好莱坞往事 杀人番茄 有意思的是啊 动画墙上挂着的 正是番茄恶魔的解剖图 女幽灵 意识浮身 康斯坦丁 看完电影 电刺擦保龄球这段 出自科恩兄弟的名作 谋杀绿脚趾 而邱哥打出福利画面啊 胸电恶魔下方的这个字体 和雷神的logo 如出一辙 我看到有评论说啊 电剧人OP只是玩梗的堆砌 炫技而没有意义 但是你看啊 电剧众人在那儿 津津有味的看电影 就如同藤本术 从电影中汲取营养 创造出电剧众人 用晋级的巨人的理论 谁先谁后 还真不好说啊 电刺这边和 田田圈恶魔正面交锋 他明明看上去这么滑稽 怎么还能这么强 原因是什么 我们稍后再说 电刺一度不敌 像个石子一样 被人来人去 砸出一个又一个坑 若是给这些坑起名字 那一定是C坑、S坑和M坑 你看人家Exo都在点题 片头能这么玩 正片里来个什么 藤本大楼、树银行之类的 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整部OP中啊 范某觉得最大的笑话 就是这个金球攻击 当然这个金色大铁球 长得确实很像 搏击俱乐部里的那一只 但是金球嘛 无论是曾经的 纽约世贸中心门口 1970年日本世博会的太阳塔 甚至很多学校的文化记 都能搞得出来 所以说这个指向不是很明确 而这些很可能只是我们想多了 金球 Kintama 在日语中有着一个 广为人知的谐音感 你懂的 所以要给这个连招取名字 应该是 恭喜 当然好事成双 一个球是不够的 另一个在哪呢 这不邱哥扔出去了吗 现在再来看看 邱哥身后的帕巴 笑得那么开心啊 这一定是 为邱哥精湛的球技感到高兴啊 这边 电磁彩球完成收割 玉碎而爆炸 对于胜利 帕巴 没有一丝留恋 潇洒回头 深藏攻击 只留下邱哥 愣在原地 烟丝燃不进心中淡淡的忧愁 之前的部分 范某算是比较努力的防止剧情侧漏 那接下来可能就有点把持不住了 还请各位动画党注意 接着之前的金球笑话说 再想想这一季应该刚好坐到刀难那个位置 而他对于电磁的碎弹攻击也是很熟悉的呀 你看虽然啊 电剧人这个故事没有明显的主线目标 演到哪算哪 但却能有呼应callback 整一季啊 通过撩鹰腿串联 也是个奇迹啊 在OP的最后几秒 爆炸 回忆 像树一样的恶魔 告唱着未来赛高 电磁和帕巴 也在大战之后 开心的扭着腰 这里的舞蹈 确实有迪士尼那个味道 但其实是致敬20年前的 早安少女组的领取 是的 We are alive 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里也能发觉 米金玄师的这首kickback中不停重复的 努力 未来 a beautiful star 同样是来自这首歌 当然原曲中是青春少女的应援鼓励 到了八爷这里 唱的则是电磁驱动自己努力奋战的自我催眠 如果这还不是很明显 可以去看看这首kickback的官方MV 注意看 这个男人太狠了 这个男人叫小帅 为了超过身旁的小胡子 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拼命乌铁 练成肌肉恶魔不过瘾 速度还要比超跑还快 恍惚间男人回到原点 而一路追赶的目标小胡子 不过只是泡影 电磁会沦陷成为幻想未来的奴隶 和这一位 女人马骑马分不开关系 时而不时露出的阴沉浅笑 摆出导演一般的取景手势 再到给电磁为营养小零食 就算是没有看过漫画的人 也会觉察到 这个女人兄 你指不定多少坏水 至于电磁吃的这个绿油油的蜗牛 范母之前也有发帖说过 是被双盘西虫寄身的 这种寄身虫会控制蜗牛的大脑 让后者成为任由百步的僵尸 它会让宿主变得显眼 一边更容易被鸟类发现 从而在被捕食后 到鸟类内脏中繁殖 如此反复 而同一幕中 电磁脑袋上停着的 应该是扁头泥风 它们是控制蟑螂的 从而言之也是PUA的高手 电磁不知道前途危险嘛 它大咧 但不傻 但是它太希望被拥抱了 好吧 十七八岁的小男生 遇到这样的谁也扛不住啊 它一直注视着马骑马 对离开的出口视而不见 也许最让人细思极恐的 是在于最后的这个甜甜圈恶魔 别看长得挺人出害的 战力出奇的高 面对主角团三人围攻 丝毫没有落入下风 这个环儿伸缩自如 轻松规避掉了帕瓦的血液突刺 就是这么一个中间是个圈圈 两边是两条链条的 你能联想到什么 日本马上要办的世博会吉祥物 嗯 确实挺香的 不会真是世博会恶魔吧 那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这个OP就如我开头所说 看似是两个分割的部分 但实际上内在有着淡淡的联系 那么如果这个对照的理论成立 开头练剧人对应着片尾logo 接下来主角四人出场 那么最后收尾阶段也应该是四人 换句话说 马骑马至少应该出来露个面 现在再来看看这一个圆圈加锁链 你是不是想到了某副场景 有点牵强 可能吧 但是巧了 这场战斗也是帕瓦助攻电刺 巧了 秋从一开始摔了个猎切之后 全场真看锡铃输出 巧了 中间闪灰电刺 独自一人打蛋做饭 歌曲喃喃念叨 是不是忘记了什么呢 最后一幕 电刺和帕瓦庆祝跳舞 秋召唤出狐狸恶魔 在摄像师被吃掉的那一刻 秋歪着头 帕瓦点着嘴 远处的信号灯从绿变成了红色 而电刺 依旧没有看相近 以上就是范某对于炼剧人OP的一些理解 还是那句话 好东西过度解读一点是没错的 赢球了不吹等输球吹吗 至于正片嘛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 会不会安排一起来聊聊呢 看大家愿不愿意看 评论区欢迎留言 感谢收看不只是聊动漫 那我们下次再聊 请计论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Ho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